法基旅服中心員工確診 疫調追查後 發現案269 曾經接待觀光局 某主管兒子 而他之後也確診 是案277 難道官員兒子有特權嗎 雖然沒有禮遇通關 是以一般程序入境 但是公務員接機 從國外回台民眾 還陪喝咖啡 可能就會出現防疫缺口 3月20號 案277 觀光局主管之子 搭長榮B282 從菲律賓返台 除了案269接待 觀光局主管 也在週五上班日 下午兩點鐘 開車前往街機 請假他沒有 但是剛才我們同仁說 他們局長是有特別打來說 他有口頭跟局長請假 證明觀光局主管 上班時間不在辦公室 是否常常翹班做私事 招動部說要再追查 很有可能觀光局的高層 變成是我們這次的防疫 一大破口 林教龍要求 24小時內要查清楚 目前包含這名觀光局主管 一共有四個人居家隔離 是否耍特權階機 還有待調查 但疫情期間有官員被隔離 也讓立法院很緊張 觀光局主管是否利用職務 要求同仁接待自己小孩 除了涉嫌公器私用 更恐怕在防疫時期 讓行政機關和社會增添更多 與確診個案接觸的可能性 接下來派嘉義洪俊瑋 SNG小組 台北報導